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2月4号星期二的一个盘中结盘 我是陈伟博 那随着这个武汉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关心 从目前台湾的一个状况来看 应该是有控制住 因为目前现阶段确诊的病例 几乎都是从大陆武汉回到台湾 或者是之前陆克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出现像社区型 或者是说大幅度的一个扩散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个疫情的一个表现 我想应该之后会越来越乐观 但是现在还是属于关键时刻 也需要大家的配合 尤其是大家要一条心 配合目前政府的政策 当然可能跟很多人想法会有些不一样 但是还是要沉住气 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经过了上个礼拜 过年后台北股市开盘大跌696点之后 台北股市现阶段已经逐渐恢复理智 逐渐恢复一个正常状况 那恢复正常状况的话 不要夹带很多心里面的因素 基本上整个盘市就可以继续用技术分析来分析它 因为上个礼拜四 台北股市过年后的第一天开盘 跌了696点 台股史上最大跌幅 这个其实相当程度是加了很多恐惧 就是很多人害怕这个盘市未来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武汉肺炎是不是会扩大到台湾 然后失控 所以很多人在操作的股票过程当中 可能就先卖再说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的 就如同我昨天的盘中节目 跟各位解盘的一样意思 我说这个盘市随时都会有反弹的机会 你要卖股票也不应该卖在那一种 最恐慌的一个状况 就算要卖股票也应该卖在 出现反弹的一个架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1点钟的一个表现 台北股市现在涨了205点了 好205点 所以如果就算你要卖也不应该卖在昨天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算你要卖你也应该卖在今天 至少可以少赔一点 不要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恐慌的时候你把股票卖掉 结果涨上来那你怎么办 你现在是要买还是要卖 所以其实我认为股票市场上的操作 它不是只是讲求说 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每个人都跟你讲赚多少赚多少 但是真正的操作 在行情好的时候 当然要努力的一个赚 对不对 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要做的叫做危机处理 也就是你的一个操作的部位 如果产生了套牢状况 你应该怎么样理智的去判断 而不是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听别人讲 然后害怕的半天 就赶快把股票卖掉 那你就不就变成是追高杀低了吗 所以今天的走势出现了反弹 当然今天的反弹 主要是受到美股的上涨影响 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昨天美国时间2月3号 美国股市道琼涨了143点 纳斯阿克涨了122大点 但是影响台湾比较大的 会是在费城指数 因为费城指数关系到哪一档股票 关系到2330台积电 所以只要费城指数上涨 其实ADR部分的话 它就没有续跌 台积电就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我认为 现在观察这个费城指数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后续费城指数 再反弹上涨 那当然它就有继续带动台股出现反弹 好 那重点来了 我们回到台北股市了 整个台北股市回稳了吗 今天涨了200点 目前啦 目前啦 目前涨200点啦 因为还没收盘嘛 请问大家 整个台北股市是不是已经确定说 在这地方已经落底了 已经没问题了 要开始又展开一波往上涨了 目前为止还没有 这个架构以今天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属于跌升的反弹 什么叫跌升的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K线 这个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 就是过年开盘那一天大跌 有没有 这个是跳空 从12000点这边直接跌下来 当天跌了快700点嘛 好 那这个的一个大跌 现在涨200点 所以其实你把200点 放在过去来看的话 其实是算是大涨 但是以这个上个礼拜的一个 K线形态架构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属于跌升的反弹 它是属于一个跌升反弹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确认 说这个盘式已经确定直稳了 然后要开始往上涨了 目前为止还没有 我们先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但是个股部分是不一样的 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个股部分 那所以整个大盘 以今天的上涨架构来讲 我们先把它定义为反弹 定义为什么 定义为跌升反弹 那这个跌升反弹 当然是来到了相对支撑 那有的人会在讲说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半年线的支撑 就这一条 因为很多人如果用均线判断 对不对 比如说均线判断 它会怎么判断 它会比如说用六十日 结果六十日破就看一百二十 那如果一百二十日破呢 它就会看下一个 叫年线了 年线在这边 我请问各位 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心里面的因素 但其实它是主要是跌多 它是跌多 昨天我们从那个黄金分割 切割率的一个比例 来跟各位做分析 我说这个地方随时有机会出现反弹 是因为从那个去年 10180涨到那个今年最高 就应该是去年最高 1万2197点 这边总共涨了2000点 总共涨了2000点 昨天我没有跟各位讲 涨了2000点过程当中 因为出现了这个武汉肺炎的扩散 大家恐慌了心态 所以几跌 很短的时间几跌 那几跌的过程中到昨天的时候 已经跌到最低多少 1138 11138 这个数字跟12197来比较的话 已经跌了多少 跌了1000点了 涨了2000点 跌了1000点 所以跌幅以黄金分割率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这个地方 它已经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0.5的位置 它已经跌破了0.382 那一般跌到了0.5 如果再往下跌 甚至到0.618的位置 0.618大概就会破1万1了 就是这个位置点位的话 其实以短线急跌的状况下 它已经进入超跌 那超跌的状况下 从技术分析来讲 它会容易形成反弹 昨天我们的节目 就跟各位这样子讲 所以今天在美国股市的一个上涨的带动 台北股市当然会出现的上涨 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这是很合理的 所以整个架构来讲的话 今天是属于一个反弹的行情 属于一个反弹行情 这样各位清楚吗 那既然是反弹行情 那重点就来了 因为我们是股票的一个操作 在股票波段的操作来讲的话 我们重视的基本面以及公司未来营运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要去评估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状况 假设你现在手上套牢股票 我们是不是要做危机处理 对不对 好 如果是赚钱股票 对我来讲 就是准备做卖出啦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在农历年前那时候操作的 4763材料 那当然基本上也有受到了这个肺炎的影响嘛 对不对 这是材料 今天材料 目前是小跌 那对我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的成本是买在120块 我们是买在120块 好 买在120块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赚钱对不对 好 对我来讲 我们就是在观察 他会不会破了这条趋势线 如果接下来走势 他出现了卖讯 那当然我就要站在一个卖方了 赚钱的股票对我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比如说 我们之前在11月份布局 也是续报过年的股票 叫做8926的台器店 那其实我这样讲 今天大盘涨 很多股票之前会涨的 今天都休息 因为你会发现 今天很多上涨的股票 都是之前跌很深的 那前两天没有跌的股票 他今天就会休息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没有跌的股票 他今天就会休息 那对我来讲 因为我们是买在11月份的台器店 我们是买在11月份 好 那买在11月份的时候 当然多少 他也受到了这次武汉肺炎影响 但是他有没有出现卖讯 还没有出现卖讯 所以没有出现卖讯的状况下的话 我当然就是续报 这些是属于获利的股票 获利的股票对我来讲 我就是等待卖点 但是我也有被套牢的 被套牢的股票 那你就要懂得去危机处理 那这个危机处理 是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要卖 其实不一定 如果你选择的股票 它是基本面在成长的 那这部分你要去观察一下 因为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的扩散 已经到几乎是全中国的境内 那全中国的境内 那各位要去思考一下 在台湾的一些上市贵公司的厂商 它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在大陆设厂的 电子行业 产业的部分 那如果它是在大陆设厂 比如说美食85度C 它在大陆的这个是 我们是都知道 它是卖咖啡的吧 卖蛋糕的嘛 那它在大陆展店非常多 那各位就要去思考 有没有可能受影响 或者是一些在那个苏州 或者是在昆山设厂的一些台商 那这些台商可能 它主要的就是 它的一个营收的来源 还是主要在中国大陆境内 那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复工 那有没有可能去影响到 比如说第一季本身 今年2020年第一季的获利 那这个就会影响性比较高了 那如果这个是影响性比较高的 你盘式今天出现反弹嘛 出现反弹嘛 那你就要懂得利用反弹 去寻找它的卖点 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目前的大盘的结构 我们把它定义为叫跌升的一个反弹 你说这个地方已经确定指纹了吗 还没有 是不是在这边要开始往上做攻击 我认为没有 因为如果已经确定落底了 已经确定又要展开一波攻击 我这边测标会给各位赶神向上了 我昨天就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反弹 那反弹的结构是让你调整持股 如果你的股票 它是营收的来源 是受到大陆那边的影响幅度比较大的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你可能就要利用反弹的时候 去寻找它的一个卖点 去做调节调整 把资金退出来 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如果你手上股票 它跟大陆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呢 本身它的产业 可能它的出口就是在欧美 或者是台湾本身 那它的营运又是在成长 那其实不用担心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 你假设赚钱的股票 你当然就是出现卖讯再来卖 这个很好处理 那如果是套脑股票的话 你就要去了解 你股票的操作 它本身的公司营运 以及未来面对的状况 那我还是强调 一家公司营运 它的股价的成长 股价的上涨 绝对跟基本面有关系 你不要说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短时间可能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上个礼拜五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开盘 对不对 股灾 这种肺炎股灾 大家恐慌了心里 所有股票都跌啊 上个礼拜四我给各位减盘的时候 我也跟我讲这个盘根本不用看 一旦当大家的情绪跟理智恢复的时候 你就要去检视一下 你本身公司 你买的那一档股票的基本面的状况 这是很重要的 我想透过今天的反弹 大家的一个心理压力 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点 好 那如果说你的股票本身的基本面 是在衰退的 利用反弹 赶快做卖出 抽回现金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你的股票如果基本面好 那其实还不用担心 还不用担心 我想什么样的状况是 基本面好以及基本面不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过后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做分析 运达重复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重复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重复核心抽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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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开门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证 四 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已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很多投资人都很害怕 这个行情有没有可能会走空 如果行情一旦走为空头的话 那当然对于很多股票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跌多涨少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虽然我们面对了这个武汉肺炎的 疫情的扩散 也造成股市的一个下跌 但是我们不能说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断定说 它已经进入空头了 目前为止 我们不能说这地方它是空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空头 它必须真正做一个头 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下跌就是空头 那我请问各位 你会不会认为之前 去年七月份美中贸易那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空头 你会不会认为这个地方也是空头 所以其实之前还记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讲说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只要这个趋势线的形态 还没有被破坏的话 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仔细来看 它是不是刚好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趋势线的位置点位 所以刚好它就跌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就出现反弹上涨 所以其实目前的台币股市 我们不能断定说 它已经完全走空了 那就会有股票个别表现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 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 你手上的股票 它能不能续报 未来还有没有机会会上涨 其实我认为基本面是一个 重要的判断的依据 那这个基本面 它是主要是公司的一个营运 如果说一家公司的营运 它还在成长 就算遇到了大盘下跌的股灾 其实你都不需要担心 这个我们都之前的案例 我真实带会员操作的案例 都可以证实给各位看 就比如说台气店 为什么我们台气店报过年 对不对 而且你仔细来看 台气店它当然某些程度 也受到了这个武汉肺炎影响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还是走多 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我会去选择台气店 请会员去做买进的动作 这个一定是基本面的 因为我们 我基本上我不去追逐这个题材 因为很多人现在做法是这样子 现在你打开电视机 一定很多人跟各位讲 防疫概念股 对不对 康纳乡 恒大 或者是毛宝 这些所谓防疫概念股 这些都大涨 你现在才要去追吗 我买股票一定是买什么 我一定是买起涨 所以当我们在11月份买进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什么动 11月份在这边 那会买的主要原因 不是只是看技术面 还有它公司营运 是逐渐在成长的 这个是后来才公布 对我们11月份买的时候 它公布是到这边 我发现它营运部分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度成长 所以一家公司营运会成长 才可以真正的 就是影响到它骨甲长期的表现 如果说短期间受到了一个 比如说这个骨灾的影响 对不对 但是它公司营运还是成长 最后会还它公道 所以我们在买股票过程当中 都是运用这样的方式 就我举个我们之前操作案例 给各位看好了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带会员去买进了 8358的金居 这去年723号 那去年723号台股 刚好也是面临的一个股灾 它是什么 它是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还记得吗 去年川普在推特上说 我们要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说 要走空世界末日 对不对 而且是快速的下跌 很快速的跌多少 跌800点 那这次很快速的跌多少 跌1000点 那这边涨了2000点 这边跌1000点 那这边之前涨多少 几乎就跌回去对不对 好 各位 7月23号也是面临股灾啊 那我们当时候 带会员去买具金居啊 那你看当时候金居怎么涨 7月23号金居在这边 后面涨了这一段 所以你说大盘下跌 所有股票都跌吗 没有 它还是会有表现 那为什么它当时候 会有这样表现 因为当时候股灾的时候 它会发现 很多人就发现 它基本面 因为那时候是在7月份嘛 公布大概6月份嘛 你有没有发现 它当时候已经逐渐的好转 原本是-37 -30 然后到-32 -25 -20 然后最后变正的 所以它的公司营运的状况 其实是逐渐在好转的 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案例而已 包括我们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这去年5月份太一 我们也是请会员去买进这个太一 那当时候的大盘也是在下跌 去年5月份 那个都跟美中贸易有影响 并不是像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 这去年5月份 我们是在5月9号 对不对 这也是美中贸易影响 也是800点的下跌 好 这个下跌的也是 当时候也是大家认为是空啊 也是股灾啊 对不对 好 我们去买什么 我们去买进太一 那当时候的太一的位置在这边 在这边 后面涨了一段 那后来太一又跌下来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边太一会涨 为什么这边会跌 这跟基本没有关系啊 这跟基本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也是逐渐成长 从这地方的一个营运 有没有看到 它到54 所以其实它当时候营运在成长 那为什么后来太一又跌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 它从54又掉下去了 又掉下去了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技术形态 就变成这样子 就这边涨上来这边跌下去 这边会涨的原因 跟当时候的一个营运 成长有关系 那后来跌下去 跟营运衰退有关系 跟营运衰退有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特别重视 我们买进股票的基本面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买进的公司 营运它是逐渐在成长的 那短时间受到了盘氏的不理性 受到了武汉肺炎的一种恐慌 它下跌了 但是因为它公司的营运是逐渐在成长的 最后会还它公道 你不一定要杀低 如果你杀低了 那不就变成是追高杀低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在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接下来你要操作这个台北股市 因为2020年算是我认为 从蜀年发生这么多事情以来 它会是一个很动荡的一年 它是一个震荡动荡的一年 尤其在股市里面 它的赚钱难度绝对比2019年还要高 所以你在操作部分的话 我不建议各位操作短线 你仔细想看看 短线操作你赚多少 你去年2019年你赚多少 2019年已经是一个多头年了 2019年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多头年 对不对 2019年的 2019年就108嘛 民国108年嘛 多头年啊 那多头年你到底赚多少 如果你的思维还是那么的短线 只是要短线进出 那我跟各位讲 2020年你操作起来会更困难 我的建议 从基本面左手 再从技术面去找买卖点 买的时候不要做追高 然后散色停损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这一种操作方式 其实长期是可以帮您在股票市场上面 创造获利的 只是需要时间 跟我操作绝对不是那种短期的 我们是用比较波段的方式 帮各位创造风险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微博老师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这一行列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2-8773-8859 偷偷跟你說哦 我的家人都是爵士高手 妈妈是一个超级顺风了 能听到天花反必然声音快播落的声音 姐姐的移情换位越来越熟练了 爸爸演练成失散已久的林波为父 不要太撑了 快播打1999 下去 为了无重 简单快速有奖励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现